哈喽,欢迎来到思维咖啡 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在某些时间点 心情会感到特别的低落 感到很无助 心情焦虑或者是迷茫 虽然生活还是好好的 但就是会忍不住担心 未来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等等的 如果你有过这种问题的话 也许今天的影片能够帮到你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 Stoicism 斯多格主义 这是来自于2000年前 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一套生活哲学 听到直学两个字 第一印象你可能会觉得很无聊 但请相信我 这些生活直学都非常的实用 在过去的一到两年里面 帮助了我很多 对我来说 它们更像是一种思考工具 能够帮助你在生活中 做出正确的选择 同时也能够让你的心情平静下来 用更从容的态度来度过每一天 那接下来我会分享三个 影响了我非常多的斯多格思想 也希望可以为你的生活 带来一些改变 那我们开始咯 斯多格主义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练习 叫做Primeditatio Marorum 中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提前去思考最坏的结果 简单来说 就是建议人们主动去想象 那些未来会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担心失去工作 担心没有了收入 担心考试成绩不好 担心无法改变现状 或者是害怕别人在背后对你闲言闲语等等的 分析那些你害怕的事情越仔细越好 这个练习的目的可以帮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去面对那些无可避免的生活挫折 要知道所有会出错的事情都会有出错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所发展的 听起来好像很奇怪 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练习 当你认真的去分析那些你恐惧的事情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你原本非常担心的事情 其实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糟糕的 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也不会要了你的命 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你都是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的 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 叫做布克·华盛顿 他在1890年代的时候 帮助筹款创办了数百个市区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 为美国的教育界带来了非常大的贡献 他曾经就说过 每天早上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 都会希望今天能够顺利地度过美好的一天 但是同时我也会做好心理准备 今天会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学校发生火灾 在公众场合我会被人羞辱 或者是各种讨厌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等等的 对于生活 他总是抱着最大的希望 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这么多年来 他就是秉持着这种生活态度 让他能够在高度压力的环境当中 依然保持镇定 完成了许多伟大的成就 而这种生活哲学 其实就是来自于两千多年前的斯多格思想 一位很有名的斯多格思学家 塞内卡 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 建议他的学生应该主动地去体验一下贫穷的生活 他在信里面就写道 找出几天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要心甘情愿地吃最年价的食物 穿最粗糙的衣服 然后问问自己 这就是你所恐惧的事情吗 你必须提前磨念自己的意志 就像那些士兵那样 在没有战争的时候 他们会进行演习 进行许多辛苦的训练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够战胜那些无可避免的战争 如果你不想在危机来临的时候 感到害怕的话 那就在危机来临之前 训练自己吧 其实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方法 应用到生活当中 比如说可以给自己一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想象一下自己的财产 只剩下一百块美金 然后去体验一下 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 你会做出什么行动 你会打算如何重新出发呢 这种练习可以有效地打开你的想象力 也许你会吃最便宜的食物 到图书馆上网 碎地板 把日常消费降到最低等等的 最后再问问自己 这些就是你最害怕的事情吗 通过这种模拟的练习 你会变得更容易得到快乐的 也会更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资源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会更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这里也想介绍大家 看看一支来自于Gary Wienerchuk的影片 大家可以从10分钟那段开始看 大概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能力每个星期 都买上一杯星巴克咖啡的话 那你拥有的资源 其实已经超过了非常多的人了 你要做的不是抱怨自己没有机会 而是静下心来 看看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问问自己可以用你有的东西来做些什么 斯多格认为 不断去接触自己害怕的事情 那你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大了 我之前也有分享过一个 关于Tim Ferriss打造的恐惧设定的影片 里面就介绍了很多可以帮助人们克服恐惧的问题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找来看看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 总是去思考最坏的情况 就是一种非常悲观消极的态度吧 但其实这反而是一种乐观的态度 就像前面所说的 盲目的相信每一件事情都会往最理想的方向发展 是不现实的 降低你的期望值 当事情变得顺利的时候 你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快乐和惊喜的 提早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心理准备 那你的内心就会平静下来了 你不会再因为那些模糊不清的恐惧 而陷入焦虑或者失眠 因此你就可以空出更多的精力 去做好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了 这会让你整个人放松下来 你也会变得更果断地去做出行动的 记住啊 抱着最大的希望 做好最坏的打算 而接着另外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斯多格思想 叫做Mimendo Mori 思考死亡 许多人都非常抗拒讨论死亡这个话题 因为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会离开 本身就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了 但如果你仔细地去想一想的话 这其实是一种逃避现实 因为无论你接不接受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也因为如此 斯多格认为 思考死亡其实才是让你快乐的关键 因为当你真的意识到 生命是会在任何时候结束的 那你就会更加的珍惜 你现在所拥有的时间了 对于生命 塞内卡就说到 生命并非短暂 而是我们荒废太多了 We are not given a short life But we make it short 在论生命之短暂的那本书里面 他建议那些荒废生命的人 应该反思自己的一生 到底浪费了多少的时光 回想一下自己花了多少时间在抱怨 花了多少时间在无精打采 得过且过的混日子 花了多少时间和家人朋友吵架 甚至随便找些娱乐来消磨时间等等的 如果生命就在这一刻结束的话 你是否会后悔自己 没有好好运用过自己的时间呢 到头来 我们真正活过的那段生命 仅仅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你要知道 当你花了一个周末去追看Netflix 或者是玩电脑游戏 那就代表着你少了一个周末的时间 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这并不是说有什么不对 但也许你在做出某些决定之前 可以去先衡量一下 哪些事情你该少花一点时间 哪些事情你该多花一点时间 如果只是随性的挥霍时间 那就好像一个中了彩票的人 任意的花钱 认为自己的钱是永远都花不完的 直到某一天 发现自己银行里面的钱 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 就再也后悔不及了 塞内卡也说到 如果你每天睡前都告诉自己 这是我活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 当你隔天醒来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高兴 因为对你来说 你又得到了多一天的生命了 虽然说思考死亡 真的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但如果你愿意去面对的话 那你看事情的角度 就会很不一样了 也许你不会再犹豫不决了 也许你再也不会花那么多时间 刷手机或者追看连续剧了 也许你也不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 搞到自己情绪低落一整天 也许你再也不会把那些重要的事情 不断地推到明天才做了 提醒自己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越早体会到这一点 你未来的遗憾就会越少了 这里也想推荐大家一首五月天的歌曲 叫做《如烟》 有没有那么一个明天从头活一片 让我再次感受成挥霍的昨天 无论生存或生活我都不浪费 不让故事这么的后悔 歌词真的写得很棒 把一个人一生的经历都给写出来了 听完后可以引发你对于生活的一些思考 真的推荐大家去听一听 接着来到了第三个斯多格思想 三门没人 保持善良 坚守美德 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斯多格哲学家 叫做Marcus Aurelius 他是一位古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把他的哲学思想 还有各种日常的处事方式 都写在了他的日记当中 以此来警惕自己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生活 后来他的日记被集结成书流传了下来 也影响了好多个时代的人 那本书的原名叫做Meditation 中文的版本书名叫做成思路 他认为遵循美德 就是面对所有问题的一切答案 Just that you do the right thing The rest doesn't matter 我们都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 就是说一个人生前做了许多坏事的话 那在他死去之后就会下地狱受苦了 而斯多格则是认为 如果一个人纵容自己道德轮上 犯罪、欺骗 还有各种自私自利的行为的话 事实上 这个人其实已经活在地狱之中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欺骗、耳鱼我诈 猜测别人的意图 妒忌别人的成功 或者总是想要在别人的身上得到好处 这些负面的想法会不断地轻视一个人的内心 你可以想象那种生活是不可能会快乐的 对于道德观念 查理芒格就有说过一番话 他说对于生活 诚实就是最好的策略了 有些事情就算你能做 而且做了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或者不会造成任何的损失 你也不应该去做的 你的心里应该有一条道德底线 如果你能够一直保持诚实的话 那你就不用一直记住你的谎言了 其实一些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只是有些人可能在生活中 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就会渐渐地把这些道德观念给遗忘 这也让我想起了前一阵子读过的一本书 叫做Give and Take 作者Adam Graham 他试图去研究好人是否真的会比较容易成功 也在各个领域收集了很多有趣的案例 他发现到 那些不带任何私心去帮助别人的人 虽然短时间内不会得到什么 但长期下来 这些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上面取得很大的成功 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 就是一位非常经典的副处者 专门研究林肯的学者 就形容林肯的个性非常善良 他总是以别人的利益为先 就算那件事情对自己一点利益也没有 他也会尽力地帮助对方的 虽然他这种总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为别人付出的行为 常常会给他带来很多的麻烦 但随着时间的积累 这些付出渐渐地为他带来了别人的好感和信任 让他在未来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也间接地让他在政治上取得伟大的成就 回过头来看 那些当初看上去好像是自我牺牲的决定 最后反而为他带来了很大的优势 一位知名的企业家Chip Conney就说过 做一名付出者并不会帮你赢得100米冲刺 但却可以帮助你赢得马拉松 在生活中 你可以尝试放开自己的心扉 对遇见的人多释放出一点善意 不要带任何私心地去帮助别人 保持善良的过生活 好事终究会发生在你身上的 而且很神奇的是 你越是不带任何私心去帮助身边的人的话 你就会越容易得到快乐了 就算你只是单纯地在内心里面 祝福别人能过得很好 或者只是为陌生人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 这些小小的事情都会让你变得更幸福的 当下你的内心也会变得暖暖的 当然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混蛋 或者是一些很难的事情 但请不要因为生活遇到了不好的事情 就改变了自己的道德观 要知道世界这么大 从几率上来看的话 你遇到十个人当中 可能就有一到两个人的道德是有问题的 最好的应对方式 就是不要让自己变成下一个混蛋 Marcus在他的日记里面也说到 让我们沮丧的不是事情本身 而是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 It's not things that upset us It's our judgment about things 我们无法控制外界发生的事情 但我们永远都可以选择如何做出反应的 除此之外 嫉妒会让你对那些比你成功的人抱有敌意 而且往往你会拒绝向他们学习的 相反的 如果你愿意保持谦卑 卸下一些武装 尝试去发现别人身上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这种想法反而可以让你得到更多 也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通过上面这些分享 你会发现斯多格的中心思想 其实就是帮助你去分清楚 你眼前什么事情是可以控制的 什么事情是你无法控制的 然后把你的精力放在你能够控制的事情上面 Tim Ferriss就形容说 这是一种超能力 你无法决定别人怎么对你 但你可以选择去善待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你无法决定你的生命有多长 但你可以选择如何运用你有的时间 你无法阻止问题的发生 但你可以改变看待问题的态度 把每一个问题都当作是一次 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 Obstacle is the way 告诉自己 你永远都是有选择的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和启发 如果想要支持这个频道的话 也欢迎加入思维咖啡读书会 每个星期更新两期的读书音频 一年和你一起阅读100本书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开下方的链接了解更多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记住 无论你在经历着什么困难 你都不是独自一人的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